-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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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鋼琴詩人的愛情故事 最喜歡聽 Love Story 可是他的愛情故事大家都知道啊 對對對 就是那個嘛 就是那個嘛 那個 George Sanz 喬治桑 他跟喬治桑的戀愛在整個音樂史上是非常有名的 我們今天聊的其實是說這個蕭邦他是怎麼認識喬治桑的這一段過程 哦 我們這個鋼琴詩人呢 他其實是一個波蘭人嘛 反正anyway他為了要展現他的鋼琴事業想要達到另外一個頂峰 於是他就來到了維也納 維也納我們都知道是音樂之都嘛 很多的藝術家跟音樂家都在那邊想要做好一個很好的定位之後呢 從那邊開始發跡 但是維也納那個時候風行的是原舞曲風格 哦 可是蕭邦也有寫原舞曲啊 對 蕭邦也有寫原舞曲 但是他的這種創作的風格比較詩異嘛 就我們前面講他是一個鋼琴詩人 所以在維也納沒有大受歡迎 沒有大受歡迎 真的哦 對 天啊 不可思議 他知道維也納沒有大受歡迎之後 失落的蕭邦想說就要回到祖國 回到波蘭 對 沒想到波蘭那個時候呢正在歷經戰爭啦 嗯 所以他回不去了 他就回不去了 哎 那怎麼辦呢 好那他就獨自一個人呢 就從維也納往巴黎去 他那個時候到巴黎呢 其實得到的命運在維也納是完全不一樣的 巴黎人很喜歡他 對對對 他認識到了一位非常大的銀行家 叫霍斯遜 很有錢的人 非常有錢 羅斯柴德家族啦 羅斯柴德家族有多有錢呢 就是現在全歐洲最有錢的家族 就是他了 就是他們了 所以他是蕭邦的麻吉了 他是蕭邦的麻吉啦 好了 你現在有個麻吉你事情好辦了嘛 對 對好 你又會作曲 你又會彈琴 然後你又有一個有錢的好朋友 於是呢 這個銀行家就帶著他到處去很多的聚會 把他的情意介紹給 更多更多上流社會更多的貴族 哦 大家都很喜歡蕭邦了 對對對 那這瞬間呢 蕭邦的情意還有蕭邦的名聲就 蜂蜜了整個巴黎 接下來就要講到說 這個非常有名的蕭邦呢 如何在巴黎遇到喬治桑 他們是在巴黎遇見彼此 並墜入愛河是嗎 墜入愛河是之後的事情 剛開始是沒有的意思 剛開始是沒有的 OK 蕭邦去了非常非常多的聚會嘛 那其中有一次關鍵的聚會 是在1836年的冬天 被李斯特的情婦給邀請的 李斯特的情婦 對 是一個什麼伯爵的 伯爵夫人 Marie Dagu 哦 打鼓夫人 她在法國的飯店裡面 主辦了一場沙龍 那個時候的巴黎 是一個非常奢華的年代 所以所有的上流社會 所有的貴族 他們都很喜歡在自己的家裡面 或者在自己的城堡裡面 舉辦這個沙龍 那沙龍會怎麼樣呢 就邀請很多的藝術家過來 藝術家包含是畫家 或者是作家 當然一定要有音樂家 音樂家就會過來這邊 一起在沙龍上面演奏 那畫家還有文學家 他可能過來就談他們的作品這樣子 哦 就是在一個藝文圈的一個活動就對了 蕭邦也就是在這些沙龍裡面 跟李斯特變成了好朋友 所以是李斯特邀請他來 對對 李斯特邀請他來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特殊 通常如果我覺得我自己鋼琴很厲害 就是我不想介紹別的厲害的人 其實四人 他們其實真的很英雄喜英雄 而且就覺得 大家一起認識新朋友 你想想看 我如果是整個巴黎最有名的人 我當然不要讓蕭邦被大家發現 說的也是 這樣case全部我接 對 都是我在談 然後就來一個蕭邦 哇 case被搶走 可是他們不會這樣覺得 他們不會這樣覺得 他們真的是好人 我覺得不容易 舉辦這個聚會的時候 就有人當場的點名 要蕭邦上去彈琴 哇 就是來一首吧 對對對 來一首 你這麼會彈琴 你看要不要發表一些 你現在新作的作品啊 或者是你一些之前的作品怎麼樣 那蕭邦當然就好了嘛 於是他就上去彈了 那其實蕭邦非常非常有誠意 他在這一場聚會裡面上面 演奏的曲子呢 後來都有出版 譬如說 流暢的型版與華麗大波蘭舞曲 哦 華麗大波蘭 第一號的這個 居小調的瓣臘 哦 也非常有名耶 好 反正就是他彈了很多的曲子 然後有部份的曲子 其實在這一個年份呢 都有發表出來 然後呢 他彈完之後 全場 鴨犬無事 因為他真的彈太好了 沒有人講話 蛤 聽完音樂會如果聽到 很棒有沒有想到這樣 你看 這不是鏡子畫面這樣 你眼睛眨了 欸你有看到 很乾嗎 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 全場鴨犬無聲 鴨犬無聲 哦 因為真的真的太好聽了 但是彈完之後 蕭邦聞到了一股 香水的味道 哦 想必是女主角要登場了吧 這麼浪漫還要香水登場 超誇張了吧 那反正這一個一陣的香氣就這樣飄過 然後 蕭邦他抬頭一看 遠方有一個 穿著白色的景深衣 長得很像男生的一個女生 對 他穿白色景深衣 是肉胎裝那種嗎 是 就不是當時女生的裝嗎 因為當時女生可能會穿很多 比較多華麗的東西 對 就是有大大的年身裙 或者是大洋裝 但他不是 我覺得他應該不是 哦 所以蕭邦一眼就喜歡他了 他並沒有喜歡他 他想說這個男人婆 不好看 不好看啊 不喜歡 對啊 反正長得一般他也沒覺得怎麼樣 蕭邦就看著李斯特問說 那個女的是誰 然後李斯特就把蕭邦帶過去介紹 哦 不想認識 對 然後說這喬治章是一個小說作家 他寫了很多很多關於女性主權的 觀點的這一小說 好 於是他們兩個就在這個因緣際會之下就認識了 所以李斯特是沒人耶 李斯特算是沒人 但我們前面講到其實蕭邦完全沒有喜歡喬治章 就是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變比較喜歡 完全不喜歡 因為喬治章那時候戳得雪茄 哦 所以其實算是有點粗獷的個性 非常非常粗獷 當時的女生可能會 他會覺得要嫌熟一點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是耶 因為他就是把自己當成一個 反正自我意識比較強的女性吧 他想要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喬治章是這樣子的一個女生 很帥性的那一種 對對對 那因為其實喬治章他的父親是一位軍官 然後他的媽媽是在巴黎一間賣鳥店的女兒 他父親在他四歲的時候就已經離開人世了 那所以喬治章從小到大是由他的媽媽跟他的奶奶 撫養長大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呢 所以他其實對於女權自己自我的意識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而且他可能要更小就開始獨立他 對對對 因為家裡沒有爸爸的關係 沒有錯沒有錯 那喬治章在十八歲的時候就嫁給了比他大六歲的一位先生 所以他其實結過婚 他結過婚 那後來咧 後來就把他離掉了 為什麼把他離掉咧 因為這個先生呢 常常跟喬治章的哥哥一起出去玩女人 很糟糕耶 對對對 喬治章他哥也很糟糕耶 我是覺得我覺得 你帶你妹妹老公出去玩女生 對 很不OK呢 我覺得這非常不好吧 所以真的這個舉動真的是會讓喬治章沒有辦法再忍受這段婚 對對對 所以等於他又離過婚 那對喬治章來講那條件就 又又又又又更難接受了嘛 然後他脾氣不好離過婚又抽雪茄又是個男人婆 也就因為這樣子所以喬治章真的不喜歡喬治章 但是喬治章第一眼就愛上喬治章了 就是他彈起來的那個愛到不行 愛到不行 帥到不行 帥到不行 那認識的第一天那一個剎那開始就已經一直瘋狂去主動追求小邦 喔 烈女耶 這個女生我喜歡 他有多愛 他甚至寫了一封三十二頁的情書 他不是在寫情書他在寫小說 真的在寫小說 這叫做Igibedi 那種感覺的小說 一本我愛你消邦的告白小說 三十二頁 三十二頁有什麼寫 那我問你如果一個女生你不喜歡他 就像這些條件這樣子的你不喜歡的 但是他如果追求你 用這樣的方式 你是會覺得被打動還是你會覺得很恐怖 比如說長的樣子都是我喜歡的嘛 對 我覺得被打擾了 被打擾了嗎 對 所以這樣追你是不行的 那要怎樣追你才行 不行就是不行 好殘酷喔 你看人家蕭邦都不會這樣 那蕭邦就一直被喬之章追 一直追 那當初為什麼蕭邦不喜歡喬之章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蕭邦剛剛被解除他自己的婚約 他其實那時候跟他的青梅竹馬 Maria Votkinsky 其實本來要解惑 他們本來已經要解惑了 那這個女生長得很漂亮 完全是蕭邦喜歡的菜 結果這女生的家長覺得蕭邦身體不太好 體弱躲兵這樣 不希望自己女兒嫁過去 可能要一直照顧蕭邦會很辛苦 對對對 於是也就是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女方就把蕭邦給解除婚約 所以那個時候 一開始認識蕭邦的蕭邦 其實完全沒有這個心思 可以去 踏入一個新的戀情 因為他正在失戀當中 他正在失戀當中 但是anyway 對 反正追了三年左右 天啊 追了三年 他就把蕭邦給追到了 是什麼契機他們會突然覺得可以來電 沒有 我覺得就是蕭邦也覺得 自己跟蕭邦身長已經熟到就是說 我想要對你講什麼就講什麼了 在你面前我沒有任何的防備 不需要 這種感覺已經很熟悉彼此了 對對對 有一次很重要他們的活動 那一次我覺得會特別寫出來就是因為 對他們兩個之間來講是一個轉類點 因為蕭邦體弱多病關係 可是 喬治桑又很熱愛大自然等等的 然後他每次拖著蕭邦出去 蕭邦總是說不要 或者是說出去了他就在樹下看樹 然後喬治桑就是去騎馬這樣 啪的那種烈女型的 然後他就拉著蕭邦說走跟我一起騎馬 蕭邦說我不要我想要看樹就好 他說跟我一起體驗看看 他就真的帶著蕭邦騎了那一次馬之後 那一天對蕭邦來講也是一個非常快樂的午後時光 所以 他覺得 那一刻 好像彼此可以踏進對方的世界 其實 這樣在一起也許也不錯這樣 我沒有想到你也知道這段故事 我真的 你真的是學士魚很淵魔 反正他們呢就 開始了這段 非常美好的戀情 所以他們在一起之後 真的是永遠 幸福快樂的日子 就像童話故事一樣 這個呢 我們下次再來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Eric 說的故事 江老師也說了很多故事 沒有還好我只有說一點點 好的那就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部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 打開小鈴鐺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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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